许多人喜欢伊丽莎白奥尔森 除了她本身演技精湛 长相漂亮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她的笑容很干净 很甜美 让人感到治愈 伊丽莎白奥尔森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的双胞胎姐姐是文明全美的奥尔森姐妹 她也因为双胞胎姐姐的存在 被国内粉丝亲密称呼为傲昧 要讲傲昧 她的姐姐们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这对堪称印钞机的双胞胎姐妹 号称全美年轻人的偶像 人生导师 最终目标 几个月大就上电视 6岁拍电影 12岁自己成为制片人 16岁以高身价加盟索尼影业 18岁成为娱乐集团老板 经营领域涉及电影 电视 音乐 时装 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她们的身影 至今已是时尚领域的巨头之一 相较于两个同性出道 身家亿万的姐姐 伊丽莎白奥尔森的人生 要低调不少 童年时期的奥昧 童谣之爱表演 接着姐姐的机会 也曾经参演过几部影视作品 但是人们只觉得 这个小女孩很甜很可爱 但自始至终 也没能留下什么深刻点的印象 出演过几部作品后 奥昧感到厌倦 她拒绝了对娱乐和时尚的追逐 反而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本以为靠着姐姐的关系 就能轻松获得出演机会的她 选择避开姐姐们的光环 跑去闷头读书 1994年 伊丽莎白奥尔森出演了 姐姐们的连续剧 《玛丽凯特和阿什利的历险记》 初次登上荧幕 尝到了演戏的甜头 但她没有像姐姐们那样 在意演戏这件事 她说 对于我来说 这从来都不是演戏 更像是去参观 母亲每天从学校接她放学 都会带她去片场 看姐姐们的表演 伊丽莎白奥尔森回忆 是姐姐们开启了 她的演艺生涯 她此后还出演过电视剧 《欢乐马屋》 电影《西部乐园》等 有趣的是 她曾经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坦诚 我已经不太记得拍过这些了 毕竟她那时只有五岁 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在意演的 这些角色 在奥美版十岁的时候 她一直坚持独自参加试镜 而不依靠姐姐们 因为姐姐们的一些原因 我总是试镜失败 我本可以通过他们 争取一些机会的 但是我不想这样做 在和父母常谈之后 珍维作为童星 对于她来说 负面因素要远远大于正面 之后她把大量精力 投入了芭蕾舞的训练中 毫无疑问是受到了 母亲这位芭蕾舞演员的影响 她的生活趋于普通 但是见过光鲜的演艺圈后 她也不甘平反 在忙着过普通青少年生活的同时 她内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 成为一名真正演员的梦想 在姐姐们的影响下 奥尔森决心报考表演专业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的成功 他们的名气 促使我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 17岁的奥尔森 为了远离狗仔的影响 搬到了美国的另一边 进入了纽约大学艺术学院 学习表演 在这里 她下定决心 要用自己的能力 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为了磨砺演技 她盯上了剧院的舞台表演 但前提是 她必须花大部分时间 来完成自己的学校论文 之后她幸运地遇到了 影响她一生的经纪人 并将她带进好莱坞 在重回演艺圈后 奥尔森的选择不多 但是她来者不拒 会抓住每一个机会 随后越来越多的小电影 开始邀请她出演 于是她出演了很多文艺片 小众片以及一个接着一个的惊悚片 终于一部大制作电影向她发出了邀请 2021年 奥尔森参演了好莱坞电影 和平 爱与误解 作为一名新人 这次跟她演对手戏的是 两集奥斯卡影后 简万达 她从中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面 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同年又迎来了 演艺生涯第一个代表作 双面玛莎 原故事中的女主角 是一个被写教操控的少女 奥尔森用自己磨练多年的精湛演技 成功塑造了女主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 如果不是在影片的后期有交代 观众们可能很难分清什么是现实 什么又是主角所幻想出来的虚幻 无论是少女的天真 还是受到伤害时的创伤反应 还是精神混沌的状态 奥尔森演的微妙微笑 对于情感的把控收放自如 她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27届独立精神奖 第38届土星奖 评论家选择电影奖等多个奖项的最佳女主角提名 从这部电影以后 奥尔森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她再也不是奥尔森姐妹最小的妹妹了 而是一名真正的演员 奥尔森没有被耀眼的聚光灯冲昏头脑 相反她继续有条不紊的拓宽自己的演艺之路 不断尝试着不同类型电影里面的各种角色 从悬疑电影《红灯》 到惊悚电影《寂静的房子》 从爱情喜剧《文科恋曲》 到犯罪电影《红杏出墙》 从剧情电影《杀死如爱》 再到那部特殊电影《老男孩》 在这段时间里奥尔森饱受争议 因为他出演的这些电影 不乏阿吉限制级的电影 在他的名字前面 忽然多了很多不堪入目的形容词 不过奥尔森并不在意这些 他坦诚的回到演艺圈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将自己的身体 作为表演的一部分 如果有需要 他不介意展现自己的身体 但不会用这个来博眼球 2014年3月3日 科幻片《美国队长2首映》 伊丽莎白·阿尔森饰演的《红女巫》一角 在片尾的彩蛋中亮相 伊丽莎白·阿尔森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过 自己注定要成为超级巨星的 但是他也没有料到 自己会在未来穿上超级英雄的外衣 因为他不愿意被一个角色束缚住 他更愿意像查理茨·赛龙那样 去尝试各式各样的角色 要用演技征服观众 虽然他饰演的《飞红女巫》 只是一个简短的亮相 但是这个角色 后来成为整个漫威宇宙里面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5年4月13日 科幻动作片《复仇者联盟2》 抛创《纪元首映》 他在片中饰演拥有操控 人心能力的《飞红女巫》 一举成名 2021年主演漫威新剧《望达幻世》 并和漫威签订了一个长达7年的合同 将合作开发《飞红女巫》独立电影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她是望达·姜戈·马克西莫夫 如今奥尔森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最适合她的角色 她发现这个角色非常迷人 有很强烈的情感 受到深沉的黑暗影 多亏了漫威 伊丽莎白·奥尔森 现在可以很骄傲地夸赞 自己在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复联斯中扮演了主角 在《好兰屋众多女星》中 伊丽莎白·奥尔森是非常低调的 在2017年以前 她甚至没有社交账号 她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 可是当她大火以后 她认为社交平台 可以很好地宣传自己和新电影 因此才在各个社交平台开通账号 当她首次开通ins时 瞬间吸引了超过100万的粉丝 她的经纪人为此非常开心 然而奥尔森本人却觉得不舒服 尽管在社交平台上 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效果非常好 但是奥尔森还是坚持认为 她应该将这些账号删掉 我不想人们过于关注我本人 隐私对于演员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想要了解我 从大荧幕上面就可以了 2020年 奥尔森正式退出了ins 而中国开设的微博账号 至今也只有聊聊两条内容 2019年 奥尔森交往两年的男友 洛杉矶乐队毛罗格林的成员 罗比·安内特向他求婚 奥尔森从未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恋情 但早在2018年 在他第一次被发现和罗比·安内特在一起之后 他就告诉过媒体 憧憬中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 前一天晚上我会准备面包 然后第二天我会烤面包 做一顿美味的早餐 与我所爱的人一起坐在户外晒太阳 同时享受美食 2020年 奥尔森和罗比·安内特已经交往三年 奥尔森非常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直到一场公益活动后才被爆出已经和罗比·安内特结婚了 奥尔森原本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作风 但他在参加公益活动直播时 眼前的观众注意到 活动中显示他的名字竟然不是伊丽莎白·奥尔森 而是伊丽莎白·阿内特 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奥尔森已经跟男友低调完婚 才会在公众场合赶用夫姓 不过尽管这则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奥尔森和男友二人却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奥尔森作为一名好莱坞顶级女明星是相当富有的 据名人净资产估算 除去珠宝等奢侈品之外 奥尔森的财富大致为1200万美元 而他的双胞胎姐姐玛丽凯特和阿史莉·奥尔森 两人共有的净资产超过5亿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杂志称 如果把三姐妹的财富加起来 她们会成为最富有的名人姐妹 奥尔森的容貌一半稚嫩一半成熟 继承了父亲挪威血统的高颧骨和薄嘴唇 混杂着奥尔森姐妹天生的冷感 但比起以灵力眼神面对镜头的姐姐们 她拥有着爽朗的笑容和温柔的眉眼 作为一个表演者 奥尔森绝对是万里飘一的 但成名之后在生活中依旧保持着低调 每次被媒体偷拍 也多是运动中和可爱的吃货形象 极少会同那些好莱坞女星那样追求性感 追求纸醉鸡迷的生活 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 不被欲望支配 坚持本心 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面 或者说不忘初心做真实的自己 才能如她这样拥有美好的生活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关注 同时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